今天准备做一道香脆的斑斑煎面卷 准备去榨一些新鲜的斑斑液 新鲜采摘回来的斑斑液味道就厚 要先冲洗干净斑斑液 然后呢再剪成这样子一小段一小段 方便我们去榨汁 放入泼皮机再倒入一点水 开始榨汁 好,现在可以拿出来过滤一下 这时候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青草味了 也可以加入一点小苏打,进行搅拌 准备一碗糯米粉 再准备半碗的小麦粉 将拌篮汁倒进来,然后进行揉搓 一直揉搓到成这样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用刀背把一颗皮带的肉拿出来 再用这个手刨去把椰丝刨出来就可以了 刨好的椰丝要进行翻炒一下 翻炒的差不多了,再加入红糖一起翻炒 要把这两者翻炒的稍微干一点点之后 再加入这个芝麻,再一起翻炒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在热锅里面加入一勺猪油 我觉得用猪油的话会特别香 再准备这个斑斑面团 搓出一小块,把它进行挤压 夹成一个扁状 再放入油锅当中 再把它翻转过来,进另外一面 现在就可以沿着锅边进行挤压 全程一定要使用小火去煎,才能煎得像这么酥脆 煎好的可以出锅了 再加入炒好的椰子馅料 然后把它铺满这个面皮 然后就可以卷了 把它卷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切割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样子就方便吃了 这样子就准备开吃了 味道非常棒 料皮非常酥脆 好吃到甜爽子 做得这么酥脆